通过刻苦的修行 经历了第三次人界大战后的名人 已经成为了英雄 在村子里很受欢迎 而楚田也长得越来越漂亮 不过害羞的他还没有对名人说出心意 眼看入冬 天空下起了大雪 楚田支了一条围巾 但正当他要送给名人的时候 新的敌人出现了 几个神秘人潜入楚田家 抓走了年幼的花火 左景发现花火被抓之后 立刻发动了超受伪化追赶 在左景跟随的过程中 对方居然发动了威力巨大的光球进行攻击 左景随即消失在爆炸中 而另一边 一个叫做大捅目射的人 带着手下抓住了楚田 并有秘书让楚田晕了过去 名人赶来营救 但遭到了众多小弟的阻拦 名人一通交手之后 突出包围 使出多重影分身之处 拦下小弟继续追赶 但小弟数量太多 还一起搓金黄色的丸子进行攻击 面对纠缠不休的人偶小弟 名人怀疑颜色 一发螺旋手里剑 蜻速解决了他们 他继续搓着丸子与对方交手 在躲开对方的接连攻击后 一招螺旋丸与对方的丸子硬碰 然后帅气救下了楚田 不过射人再次出现 闭着刷眼的他声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名人愤怒的一拳挥了过去 但攻击却从他的身体穿透而过 射人在消失前 放眼还会再来找楚田 紧接着 天空突然白光闪烁 一颗陨石划过了木野村的上空 落地之后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同时五大陨村都观察到 月亮距离地球越来越近 两个天体的接近 导致许多陨石坠落到地球上 可以说是世界末日 名人与陆丸等人出现 寻找花火的下落 他们在左井跟丘的地方 开始搜查线索 而楚田的白眼在雪地里 发现了花火的古屋 借着几人继续寻找 最后楚田在一个洞窟的底部 发现了会发光的泉水 来到诺大的泉眼前 左井发现这里的泉水 并不会把人弄湿 于是他们潜入泉水底部 这里有许多发光的球体 随着逐渐的深入 众人的记忆竟不知不觉相连 名人看到了楚田 曾经给自己送药的画面 还有不顾自身安危 也要从佩恩手里 救下他的坚定 当他看到了楚田 年幼时便想与他 一起过世界末日的纸条 名人似乎明白了楚田的心意 他慢慢从昏迷中苏醒 此时的他们被困在 机子的透明球体中 路完推测 这是敌人留下的幻术陷阱 众人继续向前 竟发现下面还有泉水 而白眼也无法窥视下面的情况 他们果断跳入水中 但排在最后的楚田 竟遇到了摄人 然而摄人没有动手 而是让楚田与他结婚 名人察觉到楚田没了踪影 便反身折了回去 看到突然出现的摄人 名人立马拦在了楚田的身前 但没想到 摄人这次没跑 竟然与名人动起手来 两人对披数招后 摄人节节败退 名人近身跟上 狠狠一拳直接打脸 但这很明显是个傀儡 傀儡摇晃地站了起来 开始步步逼近 再次表白楚田后便倒在地上 同时 鹿丸、小鹰、左颈三人 也遇到了巨大螃蟹的攻击 它凸出的泡沫 可以让人陷入幻树中 左颈通过抄手尾化 释放了几只狮子进行撕咬 螃蟹坚硬的外壳 将它们轻易击碎 螃蟹想要再次攻击 但随即被左颈释放的 风神与雷神限制住 风神一脚将螃蟹踢飞 然后将它甩到了岩壁上 鹿丸抓住时机 发动影子束缚树进行控制 巨大的螃蟹意识无法动弹 小鹰接着怪力的一拳 将大螃蟹打了个稀巴烂 几人从地下的洞口出来后 摆到了一片未知的地狱 而眼前竟然有一座岛屿 漂浮在空中 鹿丸发现这是海面弯曲造成的现象 就连天上的太阳 看上去也像人造的一样 几人继续寻找着花火的下落 他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的人村 而在黑暗的屋子中 鹿丸竟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头骨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 名人与雏田的感情逐渐升温 当他知道雏田新意之后 便一直关心着雏田 空气中都开始弥漫恋爱的酸臭味 经过搜查 左警发现了古代的象形文字 他们这才知道转生眼的存在 通过它就能移动月亮 突然地面开始松动塌陷 众人在石像前发现了一条地道 进入之后里面有许多坟墓 同时出现了一个守墓人 守墓人的双眼空洞 却感觉到了雏田拥有白眼 他就向雏田缓缓跪下 并突出一个光球 光球随即发出刺眼的白光 之后雏田便约了过去 而守墓人只说了一句 必须阻止射人 还说出了大桶墓的名字 然后便瘫倒在地 在此醒来的雏田 依旧像以往一样支着围巾 但却对名人有些冷淡 一路上沉默不语 还与名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到了晚上 雏田同样在支着围巾 因为担心他 名人一直紧跟着他左右 在两人的交谈中 名人终于对雏田吐露真心 然而 射人却从天而降 这次他的双眼不再空洞 但没想到 雏田竟自己走上了射人的站台 甚至当着名人的面 把射人搂入怀抱中 看着两人远去 名人不甘心地奋起直追 但却遭到了射人小弟们的阻拦 小伙伴们纷纷赶来支援 然而 射人并不慌张 声称这是远古就传下的规矩 雏田将会与他结婚 说完便给名人送出了一个丸子 名人愤怒地迎面而上 但没想到 罗学丸竟然被逐渐吞噬 光球进入名人的身体 并分离出了他的查克拉 飘向地面 巨大的爆炸瞬间覆灭了名人 掀起一道巨大的火焰光柱 望着被带走的雏田 名人仿佛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此时 月球的岩石开始脱落 并向地球砸去 对个人村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而雏田也从射人的城堡中醒来 通过寻找 他发现了自己的妹妹花火 但花火的双眼已经被射人拿走 原来 射人是大桶木宇村的后人 准确地说是六道仙人的弟弟 而日相一族就属于宇村的血脉 当初 六道仙人对石尾的力量感到忌惮 于是将其查克拉分化成为了九只尾兽 然后将石尾的肉身封印在月亮上 因此 宇村作为石尾肉身的守护者 居住在月亮上 然而 宇村对于六道仙人创造的地球非常怀疑 在临终前 他交代后人 如果地球上的人背离了忍者之道 那就把这个世界毁掉 经过几千年的观察 他们发现地球上的忍者滥用查克拉作为武器 多次发起战争 并且还将外道魔像偷走复活了石尾 因此 他们决定重建秩序 而高纯度的白眼与射人融合将会变成转生眼 拥有控制月亮 毁灭世界的力量 不过射人的转生眼还在转变的过程中 经常会造成不适的反应 而初天之所以会跟射人走 是因为他透过守木人突出的光球 看到了前一后果 以及转生眼强大的力量 而更重要的是 地球上废弃的忍村也属于雨碎一脉 他们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也发现射人想要通过转生眼摧毁地球上的一切 于是他们拜托初天破坏射人的计划 初天通过白眼发现了一处视线扭曲的球体 并在其中找到了巨大的转生眼射体 初天正准备动手将它破坏 却被守卫的玩偶小弟们赶来阻止 初天将他们逐个击退 但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突然被定住 然后腾空倒飞了出去 原来射人强行控制了它 面对初天的背叛 射人非常愤怒 把初天带回城堡后 射人用秘术将它变成了听话的傀儡 此时 地球不断遭受着雨时的袭击 雷影村拿出了秘密武器 时空查克拉炮 准备一击将月亮打入一空间中 而鹿丸也发现人造太阳有猫腻 他们决定前去查看 重振气候的名人 一个螺旋手里剑便干掉了众多小弟 鹿丸用影子束缚树控制住一个傀儡 截出之前观察的手印打开了通道 面对射人的各种高科技武器 众人不断躲避 但小鹰所乘坐的水墨飞鸟被击中 好在鸣人及时救下了它 之后 鸣人开启了仙人模式 赶至花火的查克拉 而此时的初天已经在跟射人举行婚礼 眼看仪式就要完成 鸣人及时出现阻拦 射人带着初天想要跑路 鸣人连忙跟上 而鹿丸等人为他分担了小弟 此时 陵石开始降落 小李与其他体树忍者展开鹤翼之阵 一击将鸣石切成了两半 但巨大的碎块仍然向村子靠近 危急时刻 一声刺耳的千鸟声鸣 坠落的鸣石碎块被雷电包裹 瞬间化成粉末 原来是佐助及时回归解决了鸣石 同时带回了昏迷的日向组长 为了折磨鸣人 射人控制初天对鸣人发起攻击 但他哪里是鸣人的对手 鸣人霸气息凶制服了初天 然而射友的手轻轻一动 初天便向他飞了过去 而鸣人也被他轻松压制 不过 射人的转生眼出现了最后一次不适 他痛苦地趴在地上 初天连忙带着鸣人去破坏转生眼 转生眼的特殊咒印 使他只能与雨村血脉的人接触 初天双手会击查克拉 一击狮子拳想要击碎转生眼 但转生眼完全没有被破坏的样子 而鸣人集中生智 他拉起初天的手 然后两人合力搓出了一个狮子头 打在转生眼上 紧急着一阵电闪雷鸣 转生眼便被破坏 竟分裂成了无数的白眼 射人看到心血济散 更加坚定毁灭地球的决心 随即召唤出一个巨大的石像攻击众人 名人不得不爆发九尾查克拉 召唤出九尾应战 但没想到九尾在力量上竟不敌石像 就连九尾的尾收玉对他造成伤害后 其身体也会快速复原 一声仰天咆哮 石像操控着陨石攻击九尾 而射人也进入了查克拉模式 释放出了银伦转生爆 干扰了众人的行动 强大的力量掀起龙卷将他们击散 待硝烟退去 楚田已经被射人抓在了手中 名人想要营救楚田 却被射人控制着陨石阻拦 名人突破攻击 使用螺旋手里剑开刀 但是射人竟能使用球盗域 轻松挡住攻击之后 两人近距离作战 在空中两抹身影不断交手 打了数十个回合 一时不相上下 面对射人的强势攻击 名人搓出丸子给予回应 与射人碰撞在一起 力量对撞之后 射人继续发起攻击 名人接连闪躲 突然一道黄色光束冲天而起 化作利剑劈向名人 其威力一路蔓延 竟直接劈开了月球 这奇异的景色让卡卡西等人震惊 但下一刻 无数的多重影分身出现在半空 射人释放球盗域的能量球进行攻击 但名人的分身并没有全部被消灭 接连的超大域螺旋弯集体攻向射人 射人连忙张开球盗域防御 剧烈的爆炸之后 名人从地下发起突袭 打了射人一个措手不及 射人的手臂被打伤 但并不严重 被基诺的射人再次使出金轮转身爆 名人不闪不闭 一个丸子加上嘴盾赢了上去 这一集虽然让名人退出查克拉模式 但他破开了射人的攻击 直避射人身前 挥了一拳打在射人脸上 射人倒飞了几十米远 一路撞到石壁上并退下查克拉外衣 战斗终于结束 除天将射人的眼睛挖了下来 但没想到射人还有后招 他竟然让全部的白眼 汇集在自己的身上 同时使出了傀儡转身之术 这让九尾面对的巨大石像 失去了战力 但射人看起来更加邪恶 竟吸走了名人的查克拉 然而除天就将体内 羽村的查克拉传给了名人 看着面前的两人 这一下更刺激了射人 他释放力量飘浮了起来 整个人也变得浮肿 但他的身体仍然在 不断吸收太阳的能量 这早已超过了 他所容纳的极限 名人仿佛看不下去了 竟然冲上去向射人伸出了手 等回过神时 射人已经出现在 那个废弃的忍村中 看着那些坟墓 射人忍不住跪了下来 为了给自己赎罪 他决定一直待在月亮上 经历这次磨难 初天解开了耿耿于怀的心结 美好的回忆火绕着两人 从小时候的携手并进 到现在一路上的相吸相依 只手红尘朝朝暮暮 他们平淡相守 最是美丽 似乎又是那年姓花为雨时 只眷念彼此的朝夕 名人与初天月光下的亲吻 浪漫又温馨 他十几年的等待 终于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